在2015年1月18日的《2012荣耀帕望》信息里面 日华牧师分享到 虽然过去五年所分享的《2012》信息题目更多 但每一个题目的来源都与《2012》这个年份数字有关 早于2007年 当日华牧师为到神次与的《雪的聚会》启示 正举行第八次《雪的聚会》 也正计划于鸿磡香港体育馆 举行第九和第十次《雪的聚会》之制 好似日华牧师在石安教会外的朋友和基督徒 却因为得知有关《2012》末世的信息 而询问他的意见 当时日华牧师正经全教会人力物力筹备说的聚会 并未有着眼于《2012》年的资讯 及至因为这些人的提问 就开始着手研究《2012》这个题目 那时候他才发现原来《2012》是代表启示六时代 七年大灾难时期的内临 并且人类历史当中很多的迷团都可以用《2012》这个数字来解开 于是在五年多前 2009年9月5日 国际先知博伦所发表《荣耀列车语言》的印证下 由华牧师开始分享《2012荣耀盼望信息》 在2015年1月11日的《2012荣耀盼望信息》的其中一段短片 五年媒故意以信心回应《2012荣耀盼望信息》里面 已经详细列出的华牧师于过去五年多所分享 与2012有关的多个题目和内容 例如阿森一族密码Simpson's Code 星频创造和拉线 48小时审判 DNA的秘密 墨田圈毅造登月事件和月亮及火星的秘密 11的秘密 7的秘密 23的秘密 911事件 马雅连力 超频 人性两极化 深蓝乙童 聖经密码 逆经Time Wave Zero 王道十二宫对应地球的关係 大金字塔的秘密 用天文学打开启示录的星祭启示录 日本311大地震和福土核蟀危机 如何得着野牛之力 凡祭的秘密 各个古文明对百利行之星的记载 Cobrin Bible和Planet X 地族转移 Kill Shot 级造的太阳风 Web Bot Remote Viewer 遥视者 死后复活经历 Near Death Experience NDE的见证和古代语言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和银石坠落的预测 各种求生智慧、健康常识 及以看太阳当作食物 投资白银和比特币 时间的秘密 基因工程、人类2.0的阴谋 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大迷惑 危奇行动和假新闻 香港佔中事件分析 还有普遍在整套2012信息中 有关共济会、光明会、天主教、古文明建筑 埃及、罗马和希腊神话所代表的真正意识 美国立国的真正历史 及美国对比启示录中的大巴比伦等等 以上各个题目 都是从研究2012这个数字 《根性经》和《世上各种真知识》的关系里找到的 例如第一个和2012有关的信息 就是石安教会之体已经非常熟悉的荣耀列车语言 当中提到在2012年会有一个时间錦囊打开 里面隐藏着历代历世的智慧 Wisdom of the Ages 另外又说牧师开始研究星频创造及黄道十二宫对应地球的关系 亦是因为研究2012年这个数字 在2010年3月开始分享的星频创造 提到神用声音去创造 并维持整个宇宙的法则和运行 所以用天上星秀的排列对应地球的地图 就知道该地区会在什么时段发生什么事件 例如美国对比天平座、柱女座及狮子座 基沙金字塔对比聂户座 墨西哥国旗对比乌鸦座 及西班牙直布罗陀对比双子座 《圣经》启示录也记载 主耶稣打开四个印的时候 分别叫天上的四只马 去到神宝座的四活物身边 这四只活物的外形分别好像狮子、牛毒、人和鹰 再者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最接近惠幕四边的四个支牌 亦是以狮子、人、牛和鹰作为其次辉号 原来四活物和地上惠幕的建成 都是以神在天上所建的惠幕作为蓝本 就是天上皇道十二宫的其中四个星座 当到了2012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 太阳分别由水瓶座、金牛座、獅子座和天蠍座升起 正好对比四活物和回幕其次 甚至到了2012年12月21日 马亚年力的终结日 即是现今这个时代 太阳是从银河系的中心升起 这个系一万三千年都不会发生的景象 并且马亚年力所指出的超频 亦在2012年之后到达顶峰 又说牧师研究马亚年力 同样是因为研究2012年这个数字 并因此发现研究中国译经的Terence McKenna 亦指出在2012年会到达零点time wave zero 除此之外,在美国一元钞票的背面 有两个美国的大国勢 在左边的著名大金字塔国勢 原来是一个与炎敌基督出现年份的飞号 并和2012年有关 这个飞号隐藏着共济会、新世界秩序 埃及大金字塔、马亚年力、埃及邪神何路斯的全市之眼 和2009、2012、2016三个年份 大金字塔国勢也对应马亚年力所指 由1776年开始会经过最后12个 每个月19.48年的Cartoon循环 而金字塔第13层就是何路斯的全市之眼 由2009至2012年并于2016年完成 甚至位于埃及的基沙大金字塔 圣殿拉线的距离同样代表2009、2012和2016年 基沙大金字塔的高度和圆周 都对应美金的大国勢所隐藏的2009、2012和2016三个年份 而日华牧师也是因为研究2012年这个数字 开始研究大金字塔和美金大国勢的资料 还有日华牧师曾经分享 到了2012年人类会诞生第三条DNA 墨田圈亦印证人类的重果体由2012年开始打开 这个题目同样是因为研究2012年这个数字而开始 此外 在2011年的2月日华牧师开始分享Webbot的预测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Webbot可以说是非常准确 包括911事件、2004年南亚大海啸、2005年预封卡特里纳 甚至在2011年1月预测辐射将会污染整个地球 随着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大地震 引致核电厂辐射外泄事件都准确地应验了 但早在10年前Webbot已经预测 2012年会是人类面对最大转变的一年 因此 日华牧师在2012信息中分享Webbot Webbot更在2012年 对2012年至2020年人类世界的转变逐出预测 这些预测都在过去的三年逐步应验 而对Webbot的分享同样是源自研究2012年这个数字 另外,在2011年3月日华牧师开始分享金灯台诗篇 也是因着研究2012年这个数字 诗篇111至117篇 代表2011年至2017年 其中就包括2012年 诗篇111篇提到 在2011年会有一群人加入神的决策团 原因是这群人得知Soal 级数的智慧 就是称为秘密的智慧 事实上 藉着过去30年神次遇的启示 加上由2009年12月开始分享的2012荣耀盼盼望信息 明显这样 石安教会就是那群得到Soal 级数智慧的人 在末后日子里面 约失级数的秘密揭示者 时间上也吻合诗篇对应的2012年 另一例子 就是日华牧师 早在2009年12月的2012信息筹备形中 已经分享到 Planet X将会在2012年迫近地球 踏入2012年4月 日华牧师分享Planet X和Cobrine Bible Cobrine Bible提及 过去两次Planet X来临所导致的 罗亚大洪水 以及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十灾 世界各国的古文明 都确切地用文字将事件记录下来 成为历史 两次事件亦留下众多考古遗迹 包括冰封在西伯利亚的500万只长毛像 证明在3600年前 地球确实经历地族转移的灾难 《圣经》启示录预言 其中一个导致七年大灾难的原因 就是由于星体接近 甚至撞击地球 而日华牧师分享Planet X再次迫近地球 同样是因为研究2012年这个数字 总括过去五年间所分享的2012讯息 题目虽然众多 但分享每一个题目的原因 都是与2012年份数字息息相关 有趣的感受 或论下传统 小学生 的人 簿